新竹方球場封閉超過一年多 最新空拍畫面直擊 外野草皮嚴重潮濕 長出雜草 其中一塊水痕 讓人感覺就像發霉 內野處疑似因先前挖掘 留下坑巴 一點一點的好難看 對比二零二二年剛蓋好草皮 平順的樣子 現在反而更顯究 不只球員用的草皮 球迷坐的椅子硬體設備 也出現部分生鏽損壞 市府不滿居家營造 拖延鑑定 今年決定收回球場 自行移除過載附土 居家營造也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 新竹市府二度招標 網友發起投票 總投票人數一千六百多人 沒想到認為官埔空橋建設及棒球場 都留標的人 竟然超過一千一百四十位 開傳高宏安市府留標道謝任 副土移除工程 預算金額九百九十九萬十六號 確定決標 公務處表示球場工程 正朝驗收結算方向進行 新竹棒球場 立拼二零二五年啟用 不過現在修復進度 歸宿進行 積水來了 草皮毀了 球迷耐心也快磨光了 三星文章愛 梁安寶新竹報導 A.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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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